各位家人平安 最近有一位朋友搬到新家 早晨在他家的后院可以看到日出 他好兴奋地拍照片发给我们 刚好在我家的后院 如果天气好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日落美丽的晚霞 我就回了他一句 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遍地要充满耶和华的荣耀 后来我也有感动 去查圣经中有关于日出之地 和日落之处的经文 想跟大家分享 愿神给我们喜欢读圣经的恩典 和好胃口 我找到了以赛亚书59章19节 人从日落之处 必敬畏耶和华的名 从日出之地 必经历神的荣耀 原来我们每一次在成岛或敬拜之前 常常一开始鼓励大家 大声地赞美神的名和神的属性 经文根据原来在这里 太棒了 每一次在赞美敬拜神的名的时候 不仅是赞美升天 同时也是让天国降临 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真实的经历 我们是神的殿 我们是天的门 天使也在我们的当中上去下来 接着我们来看看几处圣经中 日出之地的经文 承受神每一天要给你的产业 再来看日落之处发生的重大事件 创世纪十五章 在日落的时候 亚伯拉罕沉沉入睡 神在梦中向亚伯拉罕显现 并且和他立约 赐给他应许之地 也赐福给他的后裔 还有非常有名的耶和华尼西 神是我们得胜的惊奇 出处在出埃及记十七章 约书亚在山下与亚摩利人征战 摩西就在山上举手祷告 亚伦护尔用手撑住他 使他的手不下垂 一直到日落的时候 摩西征战祷告全然得胜 愿我们每一天在日落的时候 也可以验收到我们征战祷告的战利品 带着得胜的意念安然入睡 阿们 在中东沙漠地带 早晚的温差很大 日落天黑以后 气温就快速地下降 通常晚上睡觉的时候 一定要盖着被子 但是贫穷人哪有什么被子可盖 他们最值钱的就是他们所穿的外衣 以至于当他们有缺乏 要去借贷的时候 他们只好用外衣 当作他们的档头来做抵押品 所以神规定他们 到了日落的时候 要把他们的档头就是外衣归还给他们 夜晚天凉的时候还有外衣可以遮盖 真的是感受到神的怜悯的心肠 日落以前要用水洗身 洁减净自己 以佛所书 生气不可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神真的是太仔细了 神要我们在日落之前 把穷人的抵押品 外衣归还给他们 使他们有遮盖 可以安然入睡 也要我们日落的时候 洁净身体 清清洁洁的睡个好觉 同时在日落之前 神要我们在关系上面 有一个洁净饶恕化解 免得给魔鬼留地步 愿我们每一天 日落的时候 我们的心中是坦荡荡的 我们能够安然的入睡 睡在天父的宝宝之中 最后我们来看看 耶稣的某一天 他在日落与日出的时候 都做些什么呢 耶稣在日落的时候 凡来到他面前的病人 耶稣都按手在他们身上 并且治好了他们 到了天亮的时候 耶稣就去旷野 安静的地方祷告 然后到城里 传神国的福音 耶稣的每一天 都是紧紧的跟随天父 祷告 传福音 医治病人 安慰劝勉造就人 早晨要撒我们的种 晚上也不要歇手 因为我们不知道 哪一样会发旺 或是早晨做的 或是晚上撒的 或是两样都好 耶稣自己 就是活出圣经的最好榜样 神的话真的是活泼的 是有生命 愿神的话也成为各位的祝福 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 大口大口的吃神的话 就是在吃大能者的食物哦 我喜欢日出 我也欣赏日落 如果有人问你 喜欢看日出呢 还是喜欢看日落 你会怎么回答呢 爱神的人 处处遇见神 不论是日出 日落 都要感恩 我们都是爱神的人 也都是被神所爱的人 每一天 神的名字和属性 都是我们赞美的力量和泉源 从日出之地 到日落之处 遍地 都要充满耶和华的荣耀 愿神祝福您